陳志全議員 來 德務上 來一碗 來一碗 沒有 要不要 他上臉 憲哥還要沒有 不要 撞偷面 百步修爺 好來 那 要開始還是還有人要來 我們要開始還是 委員 好 那 這樣子啦 早上 大概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看法 就是下午2點半再來進行 是要協商還是要什麼方式來處理 那現在經濟部也請了楊次長 楊委輔 楊次長到現場 大概是要跟我們說明一些 我們在審議預算提出的一些提案內容的說明 那要怎麼進行 是不是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民進黨這邊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有什麼建議嗎 要怎麼進行有什麼建議嗎 這樣啦 再去講話 整黨的結論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繼續講下去吧 先講一下 來 請林委 好 我想我們黨團大會一致決議 就是因為從6月1號到7月15號中間過程 其實這些營業會營業基金很早就提出來 但是這一個半月 所有營業會營業基金的這些主管 也沒有去做一些說明溝通 做這個跟這些委員做一些解釋 所以說黨團認為這段時間 尤其行政單位 秒釋立法院 我們所要求的行政官員 幾乎都不來 那既然不來秒釋 那秒釋就不要處理嘛 你除非先去做雙向的溝通處理 你把這些委員所提的刪減 或者是保留的這些部分 你就去做雙向溝通 你去做說明 到最後這個看得出來結果怎麼樣 再來做處理 以現階段 你根本就行政單位我們所 包括幾次所要求的 全部都不來 那既然不來秒釋立法院 對不對 甚至於可能執政黨 你們去下的命令 對不對 好啊 那不來就算了 你們要是要溝通 就要那些營業會營業基金的主管 去跟這些委員 先做雙向的一個了解溝通 然後去做說明 要是這些沒有做的話 那我看就不必了 好 這個雙向溝通也是對啦 也是 約務單位行政單位 因為過去都有 但是現在幾乎完全沒有 從6月1號到7月中旬 總共45天 對不對 那既然沒有 對不對 你秒釋立法院那就算了 我們大概有兩個 兩批啦 一批是 大概有 一千 大概一千 對啦 另外第二批是 五百 五百多案是前幾天才拿出來 可能是溝通來不及啦 但是前面沒有溝通 前面完全沒有 那就不對了來 你就是說九百九十幾個案子也沒有做溝通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做 來 黃偉 第一個是 行政部門這邊 是不是沒有跟中國國民黨溝通 這個部分我沒辦法確定 那可能要請行政部門說明 第二個部分是 時代力量 針對這次委員會 所審查決定了以後 要院會再處理的總預算案 我們所提出來的總共42案 包括已經處理掉的6案 那我們這42案在整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行政部門 我必須要幫他們說一句話 他們的確有對我們提出的刪減意見 提出回復說明或者是來溝通 那有一些我們接受了 那當然就主動撤回 那有一些可能是我們在審查的立場上 覺得要佔盡到把關的責任 所以我們就沒有撤回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看今天下午我們繼續談 看談的範圍 談的方式跟談的目的 看是不是可以先清楚釐清 因為我剛剛聽那個林委員的發言 似乎是說好像今天也不用進行這樣的程序 要請國營事業就之前沒有溝通的部分 先去找個別的委員溝通 那如果目的是定位在這裡 或把它設定為前提條件的話 那今天這個場域好像不太適合去做 國營事業去找個別委員溝通這樣的工作 不過我還是就是說再度的提出建議 就是說因為現在大部分 絕大多數的都是中國國民黨所提出來的 預算刪減案 那就相同或類似的 看是不是可以先合併 那把一些沒有必要處理的案子 先把它刪除掉 那這樣子可能會對於 不管是預算實質監督審查立場 還是本院在進行的效率性的運作 可能會比較有積極正面的幫助 好 洪信兄要不要先表示一下 謝謝院長 這個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提出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針對營業跟非營業基金 國營事業的審查 那國民黨剛剛所提的就是說 他們提出來的案子 從頭到尾 國營事業都沒有去跟他們溝通 那時代力量這邊 剛剛我聽到的就是說 他們有去跟時代力量溝通 那我剛剛問了我們內部的裡面 我們45個案子 後來減成42個案子 那有沒有來跟我們溝通 他們說一半一半 我剛剛有問我內部的幕僚 他們是說一半有來跟我們溝通 一半沒來跟我們溝通 那這個就有問題了 那為什麼國營企業相關的單位 為什麼都不跟國民黨溝通 那你為什麼要去跟時代力量溝通 為什麼一部分要來跟我們溝通 那這個邏輯講不通 這個一個不管是在任何的一個政黨裡面 在立法院的職責就是審查預算 溝通的目的不是在妥協 溝通的目的是再來做說明 怕委員們在審查預算裡面 有什麼不了解的地方 那你相關單位 本來就應該要盡責的去做說明 那如果真的國民黨這邊 完全都沒有去跟他們溝通的話 這是非常要不得的一件事情 這個要嚴厲的譴責 那你如果是說連時代力量跟我們親民黨這邊 都沒有來溝通 那也就一視同仁 可是你變成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話 那這個我坦白跟院長報告 這是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 這也不是誰執政誰不執政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非常 我是覺得要 如果真的事實是這樣子的話 針對相關的這些單位要嚴厲的譴責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想臨時會到明天 就是最後一天了 那如果照國民黨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剛剛的提法的話 我想要達到一個程度有它的難度 那有它的難度 如果要繼續進行的話 是不是早上我們提的那樣子 就是取一個折衷點 就是我們這邊就不要24小時的表決 那這邊就是不要提出點名的表決 然後取一個折衷案 然後照案進行的話 或許還可以把今天跟明天的工作把它做完 至少對社會大眾的期待 不過我還是要再重申的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完全沒有跟國民黨溝通的話 我覺得立法院特別是 身為立法院的大家長 我也覺得朝野大家 不管這個是誰在野 誰執政 這個要共同的來譴責才對 謝謝 這個經濟部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院長 來 我執政長給你講一下吧 這個講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這個 聽起來都有道理 都有正人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早上院長有報告過 我們總共還有八次折衛協商都沒有來 講一下談話 我碰到國民黨黨團 去找國民黨黨團 去談 來溝通 來國民事業來談 錢負是必能跟 但是 你的委員也很清楚 都要拜託 都要拜託 那就是為了黨產 人家綁在一起 你黨產沒有先答應說不處理 才處理國民事業 這個我們做不到 也說我最晚了 不只十次 這兩碼事 你不要拉在一起 我跟你說你不要再說這個 一碼過一碼 這有原因的 有原因 那是你自己在說的 你等我聽我說了好不好 尤其叫國民事業去溝通 連我都吃必能跟 連溝通就沒有溝通 吃必能跟 親才公公 那不得其門而入 不得其門亂說 那我來查清楚 有沒有去做這些動作 這可以談的 你不用再拗了 我如果沒有拗 這很少 我跟妳講 不能去 然後我跟她講 溝通可以啊 那就是說 我現在弄清楚 各部的所長都在這裡嘛 然後市長也在這裡 台電董事長也在這裡 如果沒有溝通 現在現場要放棄 沒關係啊 我到底現場也沒關係 不要啦 你先去溝通再來 重點是要來講 不講嘛 先去溝通再來講 你現在是策入障嘛 你又不來不來處理 對不對 一年我去講 就沒有台電董事長 還說什麼 剛才我還 老鄉跟外院長 想說 談這個事情嘛 我希望就是說 結婚我們這段 我們也是 配合中來 拗鄉就來 因為 頭上借外院嘛 你不要說 結婚我們都有尊重 你連尊重就沒有 各委員會 不管是委員會也好 院會也好 哪一個委員會也沒有尊重 你不要說話 都來裡面尊重就好 對不對 你是自己 要 委員會 你自己 追追 要追 委員會沒有尊重 沒有一點定義 沒有一點重要性 因為都是最後還要學長 對不對 現在很足利嘛 很足利 警察沒有提供 沒有現場 你喔 表示國民黨 我們立法院也是要去 請問他有沒有 幫他做溝通 有6月1日3月75號 楊市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現在有到場的是黃董事長 還有郭董事長 自來水公司還有台電 兩個董事長都在這 楊市長你說明一下為什麼 沒有向立法院的部分委員來做說明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大家好 首先要代表經濟部向各位委員 表達謝意跟歉意 剛剛林委員特別提到說 我們在行政團隊的部分 在過去這段時間溝通不夠努力 溝通不夠好的地方 我想我們深切會檢討 那剛才我也跟我們台電董事長 也討論過了一下 那基本上我們是有嘗試要溝通 但是因為可能技巧上不好 或者安排的時間不夠恰當 那有一些提案委員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等等這些因素 那造成了大家的誤解 不過在這一點上面 我想我們會深切的檢討 而且我們主案會檢討 這次的整個預算審查的過程當中 我們確實在從委員開始 再開會到現在為止 都是盡了最大的努力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委員了解 預算編列的原因 那當然委員對預算的刪減有他的理由 我們也嘗試說去做說明 那剛剛我們國民黨林委員 這邊都提出來的這些問題 我們會深切的檢討 我們也願意在未來的溝通的努力上面 定更好的一個制度 尤其是對黨團或者是提案委員的部分 我們會主案做記錄下來溝通的結果 我們會深切的檢討 以上謝謝 好 有沒有 市長 就是說 哪一個部門都有跟相關的委員 有來說明溝通 還是說 都沒有 剛要進行 沒有啦 我都問過了 你不要為我們 溝通是 不可能是沒有 那有可能是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沒有辦法 當時並沒有把每一個提案 哪一個案提案委員 或是哪一些委員關注 那我們溝通的狀況 沒有把它做記錄下來 所以現在一下子要說 哪一個案子有溝通 哪一個案子沒有溝通 是很困難 不過未來我們會做 這樣的一個努力 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有一些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也有意見交換 當然在進到我們朝野協商之前 我們並沒有再重新再走一次 完全做 對進到朝野協商的個案去做溝通 這點我們是沒有辦法很明確的答覆 好 那 各位黨團 來 院長 還有各位同仁 我想 剛才柯總長講的這個 說之前幾次協商 要找林書議長 或是說行政單位來這邊談的這些問題 我是覺得行政是行政 立法是立法 立法院內部黨團的溝通協商 那是一回事 那柯總長講的某種程度上 應該是比較屬於這一部分 那行政部門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黨執政 立法院裡面黨團的大小 我希望你們都是一視同仁 有沒有去協商溝通 你們比誰都還清楚 我作為首席副書記長 我到昨天的表決 我只有收到三張傳給我的辦公室 說希望我這邊可不可以不要三 我為了這三張 我還請大家給他們兩位說 這可不可以看考量一下 其他我都沒有收到 甚至你們有一些董事長是新換的 剛上來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也必須尊重提案委員 他的提案權 雖然我們是黨團 所以 國安事業的主管或者是高層 尤其對於這種有提案刪減的 這些個人委員等等 你們是應該要先跟他們講一下 否則我們這邊黨團 直接統一作業 我覺得我們也不尊重 我們黨團內部的個別委員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做內部溝通的時候 這些 有一些委員 他們會覺得說 這我提案 為什麼 你希望我們測我們就測 連那個董事長 總經理 都沒來跟我們談過啊 我為什麼要測 所以 柯總長你每次都說 你回去你也有困難 我們回去也有困難 也不是你們多的困難就多 有時候黨團內部 你也知道 一兩個你就沒辦法形成共識 你們裡面也知道這些總控 所以我是說 這個部分應該是也尊重個人的這些提案 另外 除了這個之外 昨天傳給我那次 還不是你們經濟部的國人事業 是農委會的 是農委會的 還不是你們經濟部的 更何況 其他像過去這幾禮拜 我們國民黨黨團開記者會 所有行政不滿 我們邀請的都不來 都拒絕出席 國民黨之前是沒有這樣 最初的都是司長這個層級去參加在野黨的記者會 沒有啦 有啦 怎麼會有 有啦 但是 過去 過去這兩三個禮拜 一天就是說 不要說有到沒有啦 就是說 以後的話 我們就不要這樣就好 其實 任何的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我們萬一也要開記者會的時候 需要相關部會配合 包括院長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要有的啦 這個也不是說誰在執政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貶責 而且下令喔 不能去 這個應該是不可以這樣 不能去 不可以這樣子 包括國防部 包括內政部 已經沒有法會了嗎 拜我們 你們這次政府派去 叫你們國安來去 整個社會 不可能我們哪有要去做這個 好來 政委 這本來就不應該這樣搞的啊 不應該才不能這樣 哪有官員陪民代表開記者會 你們執政的時候 天天島的官員來做記者會 院長 各位委員 就是說加強溝通不能反對 不過剛才國民黨委員所說的這個案子 這1000多案 他送案的時間 不是從6月1號開始的 大量送案 就是這次臨時會才開始的嘛 大量送案 你們1000多萬 有兩批啦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院長才宣告說 平止送案的嘛 對啦 對啦 一個900多 一個500多 好來 阿南瓜哥就黃委員 好 謝謝院長 其實我們 我也同意啦 就是說 未來該怎麼做 大家說好 講好 那該怎麼樣的原則性處理 可是 如果有一些政策性方面的一些記者會或議題 我必須說 在過去我們擔任在野黨的時候 我們邀請相關單位來 相關單位也不來 而且都是同樣兩場 他是去國民黨 而不來民進黨 所以這個如果針對政策性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應該要互相體諒 可是如果單純有一些委員或是黨團 有要討論或是協商 甚至有些陳情案 那當然 無庸置疑 一定要參加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分清楚啦 如果像當時候有一些爭議性 就是說在看法不同的一個狀況 然後國民黨邀請 要邀請部長 相關單位來 那當然在當下要去 要講的話 可能或許不中聽 不是國民黨所要的答案 我看那個大概會在記者會當中 大概被罵死了 所以我覺得說可以互相討論 未來要怎麼進行 這個可以 可是我覺得不應該用這樣的議題 變成是說我們的預算不協商的一個原則 那我們必須說 其實今天國民黨還是一直說 你們民進黨以前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還是要還原一下 過去民進黨所提的案子 最多最多也曾經提過985個案 可是最後我們是經由協商 經由協商最後只有剩幾個沒有辦法有共識的案子去做表決 所以我們曾經在表決的案子也沒有超過700個案子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部分 我認為應該是要透過協商怎麼處理怎麼談 那你今天說好國營事業這些相關單位要去跟這些委員去討論 那麼我們要問有些委員他就提了同樣的案子好多個 那到底是每個委員 過去更多我拿給你看 每個委員都要去還是怎麼樣 每個委員都要去還是什麼狀況 我覺得應該把所有的原則把它挑出來 我們有經過協商 我覺得國民黨今天就不是要協商 我覺得如果要協商 基本上我們過去不論提幾個案子最後都經由協商 最後有一些有爭議性 大家有看法不同的才有表決 這樣才能增加議事的效率 所以說我們今天院長我尊重你解決問題 剛剛這個黃委員他提的 裡面要是有同質性的 我們可以來考慮這個怎麼把它合併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說你今天行政單位 你這些營業會營業基金的主管 完全不太大稅率 你只有到時代力量到親民黨去做溝通 國民黨這邊完全沒有對 那一半也是不太大稅率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點我們不能接受 好 好來 來 我只是想提供一些建議 第一個事情就是剛剛討論的其中一個主題 就是說各個黨團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行政部門受邀來或不來的準則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好像跟今天討論的主題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主題 就是有關於預算案的審查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說 我們今天對於接下來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還是把爭點跟焦點把它舉較清楚 我為什麼提這個 來我黃委員 我再特別加強一次 就是行政單位藐視立法院 他的內容主要就是藐視立法院 所以說我們很多委員提的案 他連甩你都不甩你 連跟你做溝通 雙向的互動都不要 那包括我們這一段時間開的記者會 所要的行政官員都不來 我今天表達是這樣子 好 來 就是各個黨團是不是感覺帶有受尊重 你說你如果真的話要牽到這麼遠的話 實在那一樣黨團也覺得常常都不受尊重 要吐的苦水也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就是回到 在這個立法院的運作 我們應該要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把它認清楚 那希望這個國會能夠好好的運作 來回應人民的期待 我相信這個大家應該都有共識 所以就針對開記者會的部分 我是不是建議說 行政單位受邀來或不來的準則是什麼 這個另外再討論 不要把它扯到在總預算的審查上面來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現在似乎上面看起來是因為 中國國民黨黨團認為他們不受尊重 所以在這個預算的審查過程當中 那我想要先確定的是說 你們在那天晚上所突然提出來的 那麼多的案子的理由都是因為 那個你不要管 總共五兆多的預算 那是提案是委員的權利 不好意思我發言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您講話我從來也沒有這麼沒有禮貌的打斷過嘛 對因為我們現在要談事情就把道理談清楚嘛 那我想要去 因為你們今天擺出來的理由是說 你們找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都不去跟你們溝通嘛 但是現在聽起來 似乎也好像不完全是這個樣子 有的是要去溝通 根本不得其門而入 那當然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可能或許以後可以慢慢討論啦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的目標 是要把一些沒有必要的案子去做刪減的話 那第一個我是要先 感謝中國國民黨 最起碼當初做了初步的 殞落啦 把一些相類似的案子 他們自己想辦法去整合 或者是去做合併 那最起碼踏出了第一步嘛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想要確認說 我們接下來程序到底要怎麼走這件事情是 那天突然所提出來那麼多的案子 真的是行政部門沒有去溝通所導致的 還是有真正其他的原因 那這個對於整個程序 接下來要怎麼進行也有關係啊 那第三個部分 我是要呼應剛剛李榮鈞委員的建議 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24小時 就是不停的這樣子的方式 今天早上院長也做過財事了嘛 院長會善用他的整個指揮意識的權限 來加以進行 最晚就進行到12點的話 那我們既然開了臨時會 那大家對於國營事業的預算的審查 也有很高的期待 那是不是可以就實質的 那針對國民黨所合併的案子 那我們進一步接續來加以處理 那至於說該補證的 譬如說國民黨的委員 事實上並沒有拒絕行政部門去說明 而行政部門還沒有說明的 那那個部分就先去說明 那個部分先保留 未來再來處理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有其他實質可以處理的 那我們就接續下來好好的處理 這樣才不會浪費掉整個 我們開臨時會 大家開臨時會 我相信所有的委員都一樣 把所有的事情都排開了 不管是出國的計劃 還是在地方上面經營 然後要到回去選區服務的計劃 大家都放下來 都留在立法院這邊 就是希望好好的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好 來洪君 洪君秀 來啦我們 提比較距離的建議來處理 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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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洪君 來 我看大概大致其實 看起來好像沒共識 其實已經都有共識了嘛 那就很單純的方向就是說 因為今天已經走到這個地方了 那針對於未來 包括在國營事業的審查委員的提案 然後包括各黨團在開記者會 那這一些未來相關的行政部門 我們如何來配合 我想這個共識 我們可以擇日大家 來把它擬成一個共識 大家來討論出來 這個應該是合理的 好 又合法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剩下一天半的時間 我們如何來去 把這一天半把它解決 那剛剛林德福這邊也提出了 他說他願意 照黃國昌委員所提的 他願意把一些 把同質性的願意把它整病嘛 整病起來的話 時間就縮短會非常多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釋出 就是不是24小時 的表決 那國民黨這邊也釋出 就不要點名表決 那 你不要說目標決 要他們先去做 我先那些先說完 那這樣子的話 在剩下的僅有的時間 應該可以做 至少不敢百分之百 至少百分之六七十 會達到這個目標 這是我覺得我們的一個 調整的看法 那現在就看院長的才識 然後看國民黨還有民進黨這邊怎麼打 好 來 郭東雄你要 好 來 好 好 因為現在一直在談這個時間 時間一天半這個時候 就有點緊張 拜託不要強迫我們在明天一定要做完這個事情 歷年來啊 尤其是國營失業的預算 2013、2014都沒有審完 民進黨全力杯葛根本就沒有審完 預算照樣使用 照樣使用 除了新興計畫沒有辦法去執行之外 拜託預算不要逼網 一定要明天做完 讓大家放個下 大家非常緊張 我們也快要抓狂 不是只有醫師人員 原來五月底就要結束的這個會期啊 一拖拖到七月初 現在又拖到七月底 八月還要開會嗎 我覺得沒有 沒有那個絕對的必要性 所以如果經過好好的溝通 大家也都同意 我們再去執行 不要說他們人都 他們的醫生受到重視比較重 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做 不要強逼我們一定要完成 我先講 早上提到表決不斷電 我們先換一個 協商不斷電好不好 黨邊都在這裡不要離席 都要好好談 我們是真的要跟你好好談 剛才六國東委員手才能完全顛倒 你不要緊張 我講給你聽 這麼多年來 國民黨執政這八年 這八年 2012國會稅預算沒有省 為什麼 因為2012發生九二六號政政 然後接下去 接下去2013和四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告訴王院議長說 我們幾片在野 從來沒有國民事業預算 沒有 在立法沒有審 然後最後並結算 這是唯一的一次 這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還在 臨時會的時候提出來 處理國民事業預算 這都事實 立法還這麼久來 只有2012的國民事業預算 沒有審查並結算 那結論就是這樣 2012啊 2013的時候沒有什麼 2012年 2012年 不是搞錯 2012年 2012年那一次 所以我們還一直不要 拜託國民黨說 這個馬來處理之後 立法人的尊嚴再來 並結算的結果是怎樣 所有預算全部沒有砍 照預算數公司 只有新興計畫和新的資本支出 沒有辦法處理而已 是國民黨執政 我們拜託 立法會處理 民進黨執政 中央政府總預算 曾經被國民黨 備和到蘇元璋 當行政院院長那一年 沒有通過啊 再怎麼圍滿 也是要年齡 一定要通過總預算 既然沒有通過 等於半年 後來做很多補救授施 以前預算的時候 國民黨除了什麼招都出過 後來我們 再怎麼圍滿 也不可以這樣 後來國民黨基礎又改了 那一年選舉 國民黨做商 大砍稅 稅入預算 800多億 然後到你稅出稅入 沒有辦法平衡 叫民進黨自己要去調整 那時候臨前當行政 當財政部門部長 要自己去調整 自己拿刀子去砍800多億 已經審查安倍再砍800多億 稅入 稅入 這什麼情形我們都碰過 所以我們非常體會到 立法院不論安裝亂 中央總預算 國民事項預算 這是法定的 我們還完成 這是我們的長期以來都這樣 我們在野黨的時候 還拜託說 100空年 102年 我們是預算沒有處理 那今天一樣有情形嘛 那沿頭就是 不當膽產 大家也清楚 我希望大家 裡面有情緒 有不滿 大家情緒整理一下 你還要把牌子押去 我們整體問題 不然就是 你說那些都不要說 不然我們今天 你又一天還要牌子 牌子不要說 對 三個兩句你就牌子 牌子我們就不要說 重點就是這個 沒關係 這都不要說 不要說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說 就說 我們現在說實際 剛才說 沒有情緒整理 可以吧 叫行政單位 行政單位 做雙向溝通 那如果沒有溝通 不要說 行政單位現在在這裡 隨意跟他溝通 隨意跟他放棄 隨意跟他放棄 沒關係 對不對 我們在野的時候 你們有錢 沒有錢 我們也交上來主義 我剛才說 你一定有 對不對 眼睛大小眼 眼睛沒有大小眼 行政部門 潛力婚禮原則 應該怎麼處理 剛才說 記者會 我們絕對不反對 說 你們執政說 我們不會叫你們官員 來陪我們開基督會 同樣的 今天民進黨執政 我們也禁止所有的官員 去陪民意代表開基督會 這個提供資料是可以 剛才廷會有說的 明明 國民黨執政是 兩兆記者會 三個地方 說 我們都自己開 今天 這個遊戲規則 要先弄清楚 至於 對各黨的尊重 應該平行的尊重 我也是 叫我們國民事業 你要去開國民黨 不用找我 你給他們給我 這很重要 因為 因為 剛才有車的嘛 所以 連我去說 就不在家說 所以他們去 又大腹回來嘛 一定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說 憲主席 你不要這樣說連去就沒有去 我剛才說你聽不懂 有去沒有去 剛才有說過了 有的去說 連路就沒有去 連路就沒有去去 我們沒辦法 我告訴你 不然我們現在 現在開始就好 剛才 郭昌議員說的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開始 唯一 從 能夠整理說 多少案 算多少案 你先去溝通 先溝通 溝通就是現在 現場囉 對吧 先去溝通再說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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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溝通 對吧 沒有現在是人說 剛才沒有 因為有原因 我告訴你現在是人說 沒有辦法改館 現在 沒有辦法 要改進了 什麼都可以 所有 所總都在這裡 我想這樣子 部長 台電都在這裡 我想這樣 也是要進行 對啦 老哥講得對 就是要進行 那 記者會 還是要出席 每一個黨團 相關的協調會 那未來我們來 訂一些準則 這個不在預算 今天的討論 範圍內 那我們擇日再把 行政部門 要怎麼樣來配合 立法院的委員 相關的活動 那個我們另外再來討論 不然繳貨在一起 一下太複雜 那我們針對 預算來講 第一點 這個行政部門 跟委員 溝通 預算 這個是職責 那 這個 會溝通的 部門 當位 就容易過 你看剛才 江啟臣 委員不是講嗎 三張 用傳真的 那三個案子 就過了 所以 多一點溝通 其實是幫自己 也不是在幫立委 不是啦 執政黨的立委 也沒有 義務要護航 沒有啦 我自己也當過立委 所以 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因為我們的案子 進入實質審查 就不能再送案 這是我們的規定 所以後面就沒有新的案子嘛 就是這一些案子 那 這個次長回去 就要求 各 這個 相關的單位 要儘速 跟 委員 溝通 就是他有提案 第二 我們也拜託 我們也拜託 成如剛才 林德虎委員講的 就是不管是哪一個 哪一個黨團 都整理一下自己的提案 太接近的提案 還是比較不合理的提案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提案 是我們自來水公司 它的總預算才299億 那我們有一個提案是 要刪300億喔 這個案子就不要 就沒有辦法溝通嘛 這個案子提出來也是奇怪嘛 自來水公司 邊的預算才299億 299點多億 那我們要簡略 誰錯 就是表示 還是有類似的案子 我們希望拜託 各黨團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整理之後 給這個行政單位 還是給 給我這邊一個資料 那我們就要求 約務黨委 針對整理之後的案子 去溝通嘛 這樣 整理之後才有溝通的對象 我們剛才有提到 有些簡類50 有些簡類60 有些簡類70 如果各黨團能夠整理一下 有單一 那這個溝通的對象就好 溝通這個第二 那麼第三我們比較急迫要處理 因為這個溝通一定要時間 不可能是今天下午 案子太多 也不可能是明天這兩三天就溝通 一定要一段時間 所以 案子 我支持這個國動兄講的 我們的總預算 不一定 就是這個事業的總預算 不一定急著明天通過 我覺得我們如果有明天急著要通過 那就大家 但是我們這兩天也不能 沒有一些進度 所以剛才洪金雄講的 就是說我們早上也跟各位報告過 這個社會也不太希望我們24小時開會 我看大家的 我看委員大家也不見得喜歡24小時開會 所以我們頂多不超過12點 我們看時間看進度看段落 如果有一個部門段落剛好在11點左右結束 我們也可以結束 那我們恢復9點開會 就把它正常化 讓議事人員也可以 也可以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那我們這個點名表決是不是不要 但四項的就是提案的重複表決 應該讓它存在 因為這個是比較常態 因為過去大概提案的重複表決是比較常用 那我們過去比較沒有用到點名表決 甚至於過去的點名表決是沒有重複表決的 但是因為有發生了一些 第一次的一些混亂 所以才又恢復了所謂的點名表決的重複表決 我們能夠從下午進到明天的 搞不好明天我們也不一定到12點 我們可以如果黨團同意 我們禮拜五晚上搞到12點 大家要回南部 還是要我們明天就處理到下午6點 讓大家可以早幾個小時去跑一些行程 那在明天審議到哪一個階段 我們有做整理之後 我們有減少表決之後 就是點名表決不要 那我們明天下午就到6點 然後再下一次我們開會 不管是9月初我們下個會期 這個預算一定要省議 因為只有102年沒有通過 其他都有過了 那是921有特別 剛才柯總召也特別講過 那我們9月初我們就進行學商 一開議我們就進行學商 這樣好不好 9月初一報到開議 我們就進行總預算的學商 因為總執行跟我們的總學商 我們的學商不衝突 那時候事業單位要這樣溝通的狀況 到學商的會議上來做報告 那能夠通過就通過 那沒有共識 那就擇期定期大會來進行處理 如果這樣子的話就順利 這個黨團之間大家也比較能夠 用彼此之間比較善意的方式 來處理整個國家的事情 這幾個方向如果好 我就請議事處把條文列一下 然後我們就到院會來做宣布 來 好 沒有我 那個剛剛院長所提的那個建議 就是時代力量完全都支持 那我只有一個 事情我想要先表達清楚 就是說 按照我們目前預算法的規定 我們立法院沒有針對國雲事業的預算 好好去審查 其實某個程度上國雲事業一點都不緊張 因為按照目前的他本來在做的 就全部都繼續做下去 有實質的審查 這是立法院本來就應該要負擔的法定職責 如果沒有做到這個事情 剛剛不管是院長還是柯總昭所想的 2013年那個時候的狀況 就整整拖了一年多的時間 但是實際上面那個時候大家的批評都是 這些預算他還是照花 那這個是我國的整個 在國雲事業預算審查制度上面 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缺漏 那這個缺漏以後要怎麼彌補 我相信各個黨團都會有智慧 我們大家可以慢慢好好商量 但是以現在的這個時間點 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不要辜負人民對於我們的付託 該審查的東西 我們就好好的審 該審查的東西就好好的審查 排了臨時會的時間 也不要浪費掉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放棄自己審查的職責的話 我必須要講一個很坦白的話 其實最高興的可能會是那些國營事業 他們的錢照花 我們沒有審查 也不會阻止他們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怎麼樣 我剛才的建議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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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基本上同意 好 可以嗎 就照這個方向來處理 我想喔 這樣子啦 因為剛剛院長有特別提多到明天晚上六點 那下午兩點半 開始 對 早上九點開始 對 我想 這個比較合乎人性 嗯 第一點 第二點喔 這個 這個 這一次 點名表決 包括我們的點名寵物表決 在 後面這一天多時間 我們可以不要 好 那個我可以接受 好 但是問題就是說 行政單位 那個溝通是要持續 你一定要去做一些協調溝通 對 那至於說 下次哪時候繼續進行 九月初 哪時候再開零食會怎麼樣 不是 九十月就定期大會 定期大會 那時候 OK那時候再講 那我認為說 這個根本也不急嘛 那不急我想 這個部分 那今天晚上你要怎麼處理 今天晚上 我們 如果大家有共識 我們也不一定要搞到很晚 來 對啦 我認為說 有共識 蛤 還是要處理 還是要表 你下次當然要表 因為我看那個高處長那天搞到 我看都快要趴下來了 六點八點十一 OK啦 好那就很好啦 我們 來 那個民進黨這邊的 什麼看法 現在說好 現在是要下去表括樓嗎 現在這樣啦 後來人家說這樣 人家說人家表括樓嗎 是啦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處理 現在的案子嘛 那 我先說清楚 我先說 邊進行 那就邊整合嘛 就是說 拜託 這個 各黨團 把未來要表決的案子 能夠整合就整合 該測就測 該整合就整合嘛 那 我們 點名表決 跟點名表決的重複表決就沒有嘛 那 今天 等一下我們看 給大家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先整理後續 下來就是 台電嘛 要處理台電 台電利用這個機會 趕快利用一個小時給你們時間 好好跟一些提案的委員 大概 做一些說明 一個小時之後 該測的測 該退的退 該合併的整病 那我們就進行 院會的處理嘛 那今天晚上 原則上我們就到八點啦 好不好 那明天就九點開會到下午六點啦 可以 那 然後 這個臨時會結束之後 就請 為 處理的 甚至已經通過處理的 都還是要溝通啦 因為還有三讀嘛 所以為處理的部分 我們不關以處理的 都跟各黨團 甚至以提案的委員 來做一個溝通嘛 我看這個 我們都要求求啦 這個 他們的案子會整合嘛 就是他們同意整合啦 不是今天明天嘛 那個後面 因為你今天明天頂多台電 你就表決不完了啊 今天跟明天的時間都定了 走多少算多少 也沒有點名標決 我告訴你 今天不算 今天不算 要再開始表決嘛 我們老的就直接 拿整合拿公司 對 就現在我們就好 台電拿公司 拿公司 台電的部分就好嘛 其實 大家有相信 這個 國民稅預算 喔 現在我們就好 台電拿公司 台電的部分就好嘛 大家有相信 休會的時候也可以談 因為到最後 市長都要簽名 沒有簽名都不算嘛 所以 不計時間 不計點 隨時都可以談了 對啦 都可以談啦 那你本回來也可以說啊 所以就是 就是 我們要大家同意簽名就好了嘛 柯總長 我們是希望 這個事業單位去溝通之後 我們就學商比較好學商嘛 我們就知道 你管閣 哪裡是有意見 哪裡是沒有意見 這樣好不好 這個時間 好 我個人是擔心這個時間 倉促一點 即時就台電 他就好幾百個案 沒有關係 一小時怎麼做到晚 你不如啊 我建立院長 你不如六點再開始表決 這個兩個小時的時間 絕對他們去跑 六點到九 六點到九 那更好啊 明天再表也可以啊 我不反對啊 我大概 我大概了解 沒關係 來 我大概了解他們的意思 他今天就是說 村的這個時間 給他假案 不需要那麼多 對 要至少把這個會期開完 那剩下這麼多的 再慢慢的溝通 慢慢的去處理 他們的結論是這樣 能夠處理多少算多少 沒有關係 對啦 村的這個工房 剩下一天半的時間 不需要過那麼多案子了 就我們有交代的 把這個臨時會把它開完 那剩下的這些 他們去溝通慢慢去處理 把它解決掉 他們的應該聽起來 我應該聽起來是這個 我有沒有聽錯 原住民話我聽得懂 不是 那個院長 我是不是建議 如果說 既然要協商 我覺得說 我們就給 國營單位更充足的時間 就是這今天整個晚上 去 我們也希望說 國民黨也要拿出誠意來 如果去協商了 你們不讓他協商 然後或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你們就要面對社會的譴責 然後到時候就是 該怎麼樣說的部分 對嘛 然後拜託 明天國民黨 把新的你們被協商的版本 被濃縮的版本 是不是明天一大早 在9點以前要提出來 好 這樣子我們明天早上 好啦 我想喔 明天我們就把這個 要整理的案子 我們明天 很好 就是那部分我們把它整理整理 好 明天做處理 反正也處理不完就下一次處理 好啦 那 好 那就明天開始 今天整理啦 好不好 現在就是這樣子 今天等一下我們的結論 我到院 我到院會就收一個報告 那今天下午就是協商說明 然後整理要處理的 包括台電自來水 差不多這兩個單位 明天就大概能夠處理完就非常好啦 那今天就拜託 說台電跟自來水公司 好好的跟幾個黨團說明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一大早 大家將整理好 已經濃縮的法案 的提案 我們明天來表決處理嘛 有共識就通過嘛 就這樣子嘛 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都叫 國民眾共同團的意思 台電跟自來水就不要離開 利用這個機會 今天的機會好好說明 那我們寫一下那個協商結論 好來 好來 先簽一下我們協議 好那我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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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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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同意不提出点名表決 即点名的重複表決之提議 好 好 好 就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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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只重表決官後面又重表決定 沒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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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稍等一下我再看 來 再看 再看 對啊 此次啊 預算案本身也可以重複表決 來 你跟處長講 就整理一下啦 整理以後啦 委員同意三組 對對對 加起來 來 加一個啦 對 你要加一下來 三組委員 三組委員 你把那資料弄過來 你把那資料弄過來 弄過來 的話 那ấm 裏得吧 嗯 對 加起來 還要整理的這個整理 從某類似提案 要幹嗎 要幹嗎 然後原來是批書 應該要用到這樣 對 要整理之後呢 就是因為有病啊 有病啊 有病啊 送給白症 然後院會9點就會出而已 所以 處理也是表決 你可以整理的整理 委員不接受的 我們還是尊重委員 所以說這部分我們加注上去 但是我們盡量去整合 大概只能這樣 我們成立提出來 委員不願意你們不能強制去要求 你把它整理那個 那個好不好 把那個內容你整理一下 我來跟他講 你不是說都要出案 現在給他嗎 閃進閃退 你怎麼可以 對啦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有給他提出 這個 這次 這次 還有這次 有個不停的 我來看一下 你怎麼可以 他會不會 你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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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怎麼會 我去 你怎麼會 我來 我來 這個要不要加注進去 九十到十二點 然後下午兩點半到六點 這個不能九十至下午六點 這才幾個字啦 又沒啦 對對對對 我有寫 不會啦 此次同 這是經過協商 那你沒有寫此次 那你等於是 二黨團同 同意 那你等於是 七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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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 各黨團同意 明天七月二十九號不提出點名表決 明天啦 七月二十九號 不提出點名表決 及點名的從我表決之提議 把時間註明 但是 各黨 各黨團不提 但是你寫上去 但是你寫上去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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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還好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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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位 沒有 所以只要說不提點名表決 這樣就沒有了 對啦 那是嗎 我們才有陷阱要去看就沒有陷阱嗎 有啦 我們才有陷阱 是說你如果不怕就連從我表決都不可以 你沒有點名表決當然沒有點名表決 當然沒有點名表決 那是OK的 那是OK的 國警是這樣 沒有副母親總的小朋友 這個明年7月29號致命 你9點到12點2點到6點不要嚇出來 你不要點那個 我們說這樣就沒有 這個至下午 2點半至下午6點 下午3點 你們說的 這個餒 這個部分 你怎麼有沒有修 剛剛 我講的 我講的 青的 你認為那個藥從而修 青的 青的 藍綠都不能穿 都青的 你整理那個 不一樣的圈 你看看 那個很整理 那就不要整理 就這麼說明 然後明天我們送 這個我們接受 送的時候呢 就看我們送什麼 就先說明 然後就不要直接說 沒事體驗什麼 還沒有要去說 議長 議長 第一條 請各黨團再檢討 105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 預算及中計表 這個營業會營業預算部分 已提出自修正動議 請行政部門 先行 向提案 向提案 委員說明 7月29日 星期五上午8點以前 送交財政及相關委員 會整 29日 星期五上午會 繼續進行處理 沒有啦 後面一樣 中間只有剔除重戶 及或類似提案 請行政部門先行向委員 做說明 我認為 這個部分就是加在那個後面 好 第二條就叫來這裡就對了 第二條就是 第三個 各黨團同意 明天7月29日 不提出點名表決 後面不用啦 剛才觀眾說過 對啦 沒有點名表就沒有重複啦 對啦 後面就降調了 另外 就是 時間上 7月29日星期五 會議時間為上午9點到12點 下午2點半到6點 好 OK 好 這樣我說你的意思就是 第二點拿到 第二點不要拿到 呃 這個 重戶或類似提案的下面 這樣而已 可以啦 你不要單獨一條就對了 你不要單獨一條嗎 先行齁 單獨一條不是更重嗎 剔除重戶或類似提案 不然你在那裡降調 那個改整理了啦 沒有啦 他現在就開始整理了 我們說這樣就這樣 那不用從 明天他就整理好 好 有跟你說 來啦 你那個文字 來 你拿去的 重新打過 你喔 那個 我跟你說齁 因為我跟你說齁 那個 醫生 你要信用嗎 會 因為我們現在啦 要跟委員溝通 要跟他講 那委員如果堅持 這個人 我沒辦法 我跟我們要處理 那你說我要怎麼做 好 好 好 我們跟你說這樣就是這樣 好 他現在要表格就表格了 好 好 大部分我們會叫他盡量說服 好啦 好 你說不可以說一定 我一定 好啦 我們 明天大家都跨出善意的第一步 所以說你的剃除重複或類似提案 這個問題你把它降掉 但是你這個第二條可以留的 這個進行溝通這個可以留的 所以你現在是第二還是要讓他在第二嗎 第二可以留 然後 第一嗎 第一的部分 第一就是把剃除重複或類似提案 這個問題要鋼掉 要怎麼鋼掉 要怎麼鋼 就是剃掉就好啊 喔 你說不用這句就對了 對啦 不用這句啦 這樣子 阿不然要怎麼整理 阿我們去處理 明天知道 他精力帶我們就給他了嘛 他說要相信他 對啦 已經好 來 你黏一遍來 來 稍等一下我們黏一遍你看對不對 你說 稍等一下來 來 給他整理好 就是第一條剃除重複或類似提案 這個也要怎麼 這句要怎麼落下去 比如說 他提出是修正動議 像我刷也怪怪 你要有結論啊 你說怎樣 不是 你總是要有整理的味道 你要重新整理 這個是對的 好啊 之前送交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會整嘛 七二十九十上 以提出修正動議嘛 那相關的議案 與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啦 以提出之修正動議 謹速整理啦 這都沒有什麼 謹慈整理這就是一個要求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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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事啦 沒有這類人 你們加班 commercial 即速整理的 9 3 警釋檢口 警署 KEGA 請求 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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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速整理啦 盡速整理啦 要整理啦 去處理啦 沒有車案只有整理 這樣你說四季四季都照你的 你不就多說兩句 你講兩句來 一定 高處長喔 你後面7月29日在加註 各黨團同意 7月29日不提出 點名表決啦 不用 那天叫你直接中國公民黨 你不敢 對不對 還寫不下去 你不敢去 你看這樣好嗎 應該差不多啦 第四季就叫 對啦就說好 沒有啦 你怎麼從我請坐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 沒有啦 沒有啦 完全沒有啦 完全沒有啦 我們дب 你不敢去 那些 你不敢去 你說那天 我可以露面 你也不敢去 他自己不敢去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真是 發問 自己怎樣去 想把它混成兩班 還是怎麼樣 請處長練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再宣讀一下決定事項 請各黨團在檢討調整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部署單位預算及中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 以提出之修正動議盡速整理 請行政部門先行向各委員及黨團提出說明 於7月29日星期五上午8時前 送交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會整 29日星期五上午會議繼續進行處理 二 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 各單位應緊述與提案委員及各黨團進行溝通 三 各黨團同意7月29日會議 不提出點名表決之提議 四 7月29日星期五會議時間為上午9時至9時 下午2時30分至60 不 本次臨時會如未完成105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部署單位預算及中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三讀 下會及盡速進行協商及審議 以上 這個第二條跟頭前有中好嗎 請行政部門先行向各委員及黨團提出說明已經就有了 第二條就不用了 對 好不好 好啦 這樣第二條就不用了 好 就這樣子 第二條三條 第二條不要 第二條不要 這個可以 然後就大家簽個贊 好 這個可以 先簽 第二條 對 請櫃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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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点啊 下会期啊 有啊进行协商提審理啊 因为你现在是 我们的自己要提我们的 你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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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们再来做 我说下会期啊 下会期 当然下会期啊 你 你当做啥 叫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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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说啊 下会期要做就行了 下会期当然下会期啊 哪有那个现在还在做 下会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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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要结束了 会啦结束 青菜公公的 来 那啊 从后来切吗 有啊 谢谢 来 来 拜托谢谢 是 那 就 你 哦 mafia stop 都是 公立机 杭 playing 可以 對,對對對,照顧大家最後的文字 你看啊,這樣掉嗎? 對 有一個到底要改據點嗎? 好,您就改吧 我只講這個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技術整理 沒關係,我們就把它改 後面是兩件事情 那是江主任 那個 那個 江主任 那個 跟他們 那些東西 對 對 好不好 我們沒有多少送 其愛是他們送 其愛是他們送 要不要算是他們的權利 怎麼會是你們送 對 我們等一下就要先讀 下去就要先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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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l defende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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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k 非常好 因為你算是相同的一樣 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剛剛最後有打張過共識 我們就是特別注明而已 就7月29號 就是各黨團同意那天不提出點名表決 就是那一天 其他後面都沒有 官邏輝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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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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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